水清霞不水,假袖泉真假,吹发天王话说对了一半。 我们甲石岛是不是挺狠 给人开了瓶这么贵的酒 所以说甲石岛真假 但水星霞为什么不水呢 因为水星霞水之岛 昨天请我们喝了一瓶茅台 一瓶让全国人民开开心心的 过年的最隆重的酒 茅台酒 战施了日本女足 一扫晦气 我们对比一下水之岛和甲石岛的首发阵容吧 这个是半年前甲石岛的首发阵容 下面这个是水星霞昨天的女足首发阵容 为什么时隔半年首发阵容就只有一个一样呢 半年前2比8输给荷兰那场比赛的首发阵容 只剩下王山山一名球员 在昨天对日本的首发阵容中 相当于11个人 换了10个就剩一个不一样 这哪是大面脸呢 这简直就是大面天呢 球员不同 阵形不同 首发不同 难道半年内之内 我们又出现了这么多新秀吗 那显然不知的 显然是同样的球员 只是说水星霞和甲石岛用人不同 而造成了一场比赛 大约分输给荷兰一场比赛 赢了强大的日本 所以说教练对一个国家队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说谁差都一样 如果谁差都一样的话 就不会有女足战胜日本这场胜利了 你们说队伍甲石岛的名言是奥运会断裂西人 我不用球星 比如说王说 但水指导的方针是呢 用最好状态的球员 如果像王说这样的明星球员 越多越好 多多益善 用人方式的不同 结果不同 我们吹发天王呢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论调 说中国队只有中国教练带 这话呢 现在听呢 只对一半 是中国女足才能中国人带 男足啊 还是败照带吧 因为败教吧 他不受干扰 不受环境的制约 不受上层的指挥 他能独立的判断哪个球员行与不行 你认为李铁的国家队和李乔鹏的国家队 说的这么惨 他们用的是中国最好的球员吗 最好状态的球员吗 不是 我们教练呢 经常以年龄为借口 以状态为借口 以体能为借口 把最好的球员排除在国家队名单以外 上级世界杯 高红波四场比赛拿一分 李匹上来之后 还是全国选球员 用了不同的球员 取得了什么成绩呢 六场比赛拿了十一分 这么选手的差距还看不出来吗 所以啊 男足比赛啊 那是勾心斗角 你们认为 随当国家队主要练都行 这个论点成立吗 请在评论去留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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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